《茅山》的觀點也只能夠是一個 越需要精簡一點去講 《茅山》的觀點 我們主要根據他在《原善論》第一章 特別是他說的聖善論的章節 因為聖善論主要不是說聖善論 我們就不用理會了 但是《茅山》在《原善論》第一章 他主要是疏解告子上篇 他在疏解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是怎樣理解萬子的聖善論 如果這種理解 剛才我都講過了 他跟唐山很不同 唐山那種如果叫做一種橫向詮釋 那茅山我們叫做一種中向詮釋 或者我看看powerpoint 接著就跟回那個下文 唐先生那個叫做中向詮釋 因為他是講著學史的進路 但是茅山那種就是我們叫做橫向詮釋 因為它不是一種著學史的進路 它是一種非時間性的中傳 我們可以叫做 即是茅先生著重的一種 是一種比較就要進路 因為他是通過中西就要比較 讓人家更加了解 萬子講的聖善論是什麼意思 這裏就是我們正式講的 茅山最重要的觀點 但是時間所限 我們主要是講他有三章的溯解 也不是說只有三章 起碼頭那六章已經是很好的 對聖善論的解釋 還有跟告子辯論的時候也有講到 但是問題是我們時間所限 頭那六章我們就是講其中第六章 跟著講兩章 因為我想講就是茅先生 怎樣用到康德作的概念 去講清楚萬子的聖善論是講什麼 那這種詮釋就在茅先生之前 是沒有人這樣講的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種創造性的詮釋 因為他也都講得很好 他不是一些我們叫做暴力的詮釋 因為壞那些也不符合文本的所謂本意 我們不叫原意 因為要加上去意思 文本是沒有原意的 因為原意就是完全客觀 完全跟人沒有關係 獨立於人 所謂作者原意是無的 所以他們不講原意 我們講本意 用回中國最後意思 本意就是不可以離開講人 但是起碼我們就偏重在一個文本 本來作者想講什麼 我們可以有這樣的取向 偏重想一下那個作者想講什麼 所以我們怎麼想再講什麼 都有我們自己的一些想法下去 但是起碼我們 就是在講港版作者想講的意思 中文就有說本意的意思 本意跟我們人的存跡不排斥的 這個不同 就是加上去否定人作者的原意 就是原意就會跟港人的存跡是排斥的 就是可以完全客觀 沒有主觀性的 這種所謂的作者原意就不存在的 OK 我們就是講了 茅先生在第六章的那個存跡 第六章其實第五章都是 不過在第六章它才講 就是以下的那些內容 那第五第六章我簡單講 就是如果有上萬子課的朋友 應該還記得的 那就是萬子和告子講 人耳是內在則外在的那一篇論 最重要是講義是不是內則外 因為人那個兩個說法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不理會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義是究竟內在則外在 義就是人耳那個義 或者我們可以叫做做價值 做價值的標準究竟在我們本心之內 就是本心以外 譬如其他的事物 現在的經驗對象那裡 這個就是第五章和第六章 告子和萬子 或者你說第六章根本研究 不是告子和萬子 而是告子的追隨者萬季子 和萬子的弟子公都子的辯論 但是可以看成都是告子萬子的辯論 不過是間接的辯論 那未成不可 那他們的辯論就是 為什麽在告子他們要講意外呢 就是因為覺得道德價值的東西 好像有客觀性的 比如說一個長者 我們尊不尊敬他 好像有一些外在的標準 比如說他是不是年紀大 我們看到才是尊敬他 就好像白 這個東西是不是白色 我們看到他的眼睛是白的 我才叫白 所以道德價值的標準 就好像經驗知識那樣 是外在的 這樣才是客觀的 這個就是第五章的意思 第六章都不多說 第六章都差不多 不過複雜的意思我們不多說 所以茅山雖然是全息第六章 但是第五第六章說的東西是接近 所以茅山在這裡 看成是第五章的全息都可以 那就是第五章我容易了解些 第六章那個說經權那樣很複雜 我不多說 但是大家明白我說什麼意思 就是告辭為什麼會說意外呢 因為覺得道德的有客觀性 客觀性的東西好像應該是一些經驗事實那樣 比如說經驗知識的時候 一些經驗對象和經驗事實 我才會說客觀的 如果說人的內心都很主觀 這樣說不到的 這個就是告辭為什麼說意外 至於他意外說什麼呢 我都說過沒有智術流勢 我們不清楚去說什麼 但是你估計都不外乎了幾樣東西的了 我只估計最有可能就是社會習俗 約定那些的說法 就是一般人認為好的我們做那些 人認為不好的就做那些 我覺得最大有可能 再不是就好像蜜子那樣講一些利益那些東西 大眾利益那些 可能是講一些東西 這個我們不需要再早論告辭那裡 我們只要講一下就是 萬子和他怎樣不同 萬子講的是人意都是內在 所以不管人就是講意 意就是內在於本心的 內在於本心就是 是不是就是等於說 沒有了那個法官性呢 肯定不是的 雖然我們講理性 所以為什麼毛先生用康吉講的理性 去解釋回聖善論呢 就是在萬子的時候 告辭和萬子同時 相信有些人 會接下一個告辭的想法就是 如果你的道德標準 放在我們的本心裏面 就是等於主觀 不得客觀 不得客觀講道德不是有問題 因為道德的東西應該是客觀的嘛 那我們才有所謂道德的嘛 你認為對 人家認為不對 那你沒有所謂不對 主觀的個人口味 這不叫道德 比如你喜歡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那就是主觀 但是道德的東西有一個客觀性 比如傷害人是不對的 或者幫助人是對的 那有客觀性 但是萬子講仁義內在 是不是就是表示道德沒有客觀性呢 其實不是 因為就好像理性那樣的嘛 理性都是內在的嘛 如果要借用西方治學講理性 這個就很清楚了 西方治學家這樣 沒有人會將理性講到 是人的心外的事物來的嘛 因為理性不是一個石頭 不是一棵樹 是吧 也不是剛才說的 是一些雜貨的東西嘛 理性也是指我們內心的一種 就是精神的能力這樣 去分別善惡是卑的 這個叫理性 所以我明白這一點呢 康德的講所謂意志自律呢 茅山愛黎就是和萬子講 人性本善是相提並論 是非常非常之好的一種詮釋 我覺得一這樣講呢 就是能夠讓我們對萬子講 人意內在呢 就清楚明白很多的 我這樣講 不知道大家明白那個意思 或者說一下 茅先生的那個說法 highlight這一段呢 就是他原文 但我們沒有時間多講了 我們說跟著呢 就是講解釋 這個我的解釋 這個解釋呢 我盡量試試精簡一點去講 什麼意思 那康德呢 他是有一對概念 那茅先生認為呢 正正是對應著呢 剛才講意內和意外 兩種講法 就是人意內在 和人內意外的講法 就是萬子和故事的講法 那這對概念呢 康德他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意志的自律 和意志的差率 或者highlight 關鍵的意志 意志的自律 和意志的差率 意志就是指道德意志 在康德來說呢 亦都等於道德理性 所以道德意志 就是道德理性 而康德為什麼說 同一樣東西呢 因為當我們說道德理性的時候 不能夠理解什麼 知道什麼 還要實踐出來 所以他又表示呢 道德理性同時是一個實踐的能力 所以也是一種道德意志 好了 而講道德意志呢 在講法上呢 就是傳統以來 一直到康德呢 有兩種講法 傳統的講法呢 康德就說呢 就是屬於意志的差率 什麼叫做意志的差率呢 就是將道德標準呢 擺在我們意志 就是道德理性以外的其他事物 那些其他事物呢 不管你說什麼都好 比如說利益 公利都好 那些是意志差率 或者說過人利益也是意志差率 甚至呢 康德有個說法 就是康德所有我覺得 是一個相當開明的驚徒 因為他甚至認為呢 就是中世紀神學講的那些 上帝的意志 作為道德標準 也是他率 他率呢 康德的意思是認為呢 就不是真正的道德標準 只是一種虛假的道德標準 就是說呢 講道德呢 如果你說到他率呢 就有問題的 就是等於將道德 等同了一些愛上的對象 無論是利益也好 上帝的意志 那些意志 都講成是他率 所以是一個相當難的說法 當然呢 他就不是討論上帝 因為上帝呢 他是內在於人的 所謂的神聖意志 那些 那些我不多說 就是沒有時間交代 康德的宗教字 但是 一般講上帝意志 他看成是他率 都是 那他率呢 如果用來講告子的那個意外呢 就很明顯是他率 是吧 因為他不是理性之內的東西 是理性之外 那這個就是意志他率 或者叫做他率 但是萬子的那個仁義內在呢 就是類似康德說的意志自律 就是內在於我們的主體的這樣 那這個叫做意志自律 意志自律呢 才是真正的做了標準 那這個說法呢 我覺得是 就是茅先生用來詮釋萬子呢 就解答了很多人的質疑 例如起碼告子 就是講意外之說 即是講意外之說 質疑萬子那裡就解答到了 為什麼要一些外在的市民 才有客觀性呢 為什麼我們的理性 都沒有一個客觀性呢 因為理性 特別是講一些知識的理性 這個肯定啦 有一個普遍性 是吧 比如邏輯那些 邏輯是屬於理性的 邏輯不是經驗巨像 不是經驗市民來的 是吧 所以合乎邏輯的東西 當然有普遍性 或者客觀性 是吧 所以內在都有普遍性 是吧 所以用國際理性去詮釋人意內在呢 就是我們明白到 萬子呢 就是他講的那個所謂內在呢 其實是可以有普遍性的 理性就根本有普遍性啦 這是其他很重要的意思 當然有些都可以澄清了其他意思的 譬如很多人覺得 中國傳統哲學 我講的東西是很不理性的 什麼叫道德呢 講了什麼禮教的東西 就是一些很差的對於儒家的了解 什麼叫道德呢 道德就是禮教的東西 禮教就是一些呢 就是凡文六節那些 甚至是吃人的禮教 五四三文法運動的時候 老順去講 那些吃人的這樣 不是符合人性的 而是損壞人性的這樣 但是其實你看回正宗的儒家 孔子萬子 從來都不會講禮教的那個標準 比如說孔子說 人而不仁如禮學 人而不仁如惡學 禮學那些如果沒有人心 那說禮學是什麼意思呢 正如譬如說禮儀的東西 跟禮儀喔這樣 不跟禮儀的基礎在本心那裡 那說禮儀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孔子說得很清楚 所以最重要不是禮儀 最重要是禮儀之本 或者叫禮資本 禮資本就是我們的人心 和孔子說就是我們四天之心 所以這些說法就澄清了 就是如果借用康德講到理性 就是我們和孔子說的本心相提並論呢 我們澄清了儒家的說法 但是根本就不是很非理性的 那些禮教的東西 這些是漢儒就是將儒家融入化 因為漢儒就是有很多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政治因素 獨獨獨獨 其實扮獨獨獨都死的 這個其實是中西歷史都看到的 因為教本來是一套大宗教 就是有在道理上的相當好的道理 但是在中世紀後其實是死的 為什麽就是當時是神學至上的 神學什麽都對的了 什麽都對的了 所以政治上就是 他不顧這個詞 但是我們可以比顧獨獨獨獨獨 中世紀後期就是獨獨獨獨獨獨 獨獨獨獨獨獨獨 變了很多時候 什麽叫做是非對錯呢 只是看聖經表面的意思都不夠 就看這些是代言人的意思 就是那些在教會裏面有權力的人 他說什麽就是神義 就是對的了 所以那些教皇都很腐敗的 他說很多壞的事情 當了好好的事情當了壞 和無法無天 所以基督教在中世紀後期 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那時候不是教教本身的問題 而是獨獨獨教教有的問題 其實瑜伽一樣 瑜伽本身是可以是很合理的觀點 獨獨獨獨獨獨之後 大家知道漢代獨獨獨獨獨 霸雪八家獨獨獨 還有一些統治者利用了瑜伽 瑜伽講的東西本來很合理的 但是用來強化統治者這樣 比如說人以禮智那些是很合理的說法 他用來講三江五常 君為神江 父為子江 君為七江 講到一些很專制很獨裁的東西 甚至再離譜一點就是君要神死 神不得不死 父要子亡 子不得不亡 這些是瑜伽的奇出 不是正宗瑜伽來的 所以有些人用了漢瑜去批評 正宗瑜伽講到吃人禮教那些 那些是完全不了解真正瑜伽講些什麼 真正瑜伽講的那一標準 根本就好像康德講道德義士那樣 或者道德理性那樣 是這樣的東西做為一個道德標準 那有什麼問題呢 很合理的嘛 就是我們沒有理由用外在的事物去判斷是非對錯 比如一個石頭給我們什麼是非對錯呢 或者用萬子和告子的辯論 一個老人家很老這樣 那就給我們要尊重他的標準的嗎 不是的嘛 就是有些人埋沒良心的時候 那老人家很老都很閒難 難道他都不會尊重他的 是吧 不會care他 所以care不care是看他本心 不是看他care的對象 明白萬子和告子辯論的意思 張姐那個勁呢 看得好像白之為白那樣 外長一種白的顏色就說他白 不過呢 張姐他老呢 我就要勁他 這些很有問題的說法 所以萬子的辯論呢 就有些人強調邏輯的那個是非對錯 但是茅先生他完善論第一章 很多地方都覺得很好的 比如在這點上高呢 就是萬子就算有些地方 或者邏輯的角度體是有問題也好 或者茅先生很客觀 真的有些地方有問題 而且有些問題有些辯論甚至很多 但是影響不到告萬子 就是對於人性的反省的嘛 就是中國作邏輯不強 甚至比西方作禁令甚至是弱 但是我們對於做的價格的反省很強的嘛 譬如康德那些說法我們有 但是我們有些康德的說法說不到 我們又有 比康德好的 那邊說下去就清楚 但是這一章就是講第七章的時候 第六章的時候 萬子港人兒內在 他和報紙辯論人兒是內之外的問題的時候 茅先生就解釋就帶出了康德 就是那個道德標準的說法 那這個就讓我們更加了解萬子了 不過大家會想一個問題 康德始終是西方的哲學家 那萬就是中國的哲學家 那時代又不同 那為什麼可以將兩個人講到好像一樣呢 但是其實茅先生不是說他一樣 只是說剛才講的那些共通點 留意一下茅先生不是看不到 他們有些不同的地方 所以跟著有兩章的疏解 就是茅先生呢 是講出萬子和康德不同的地方 這個就是看到 茅先生當將康德和萬子相提並論的時候 他是講一些相同的地方 或者相近的地方 不是說茅先生看不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在解釋了一些章節的時候 譬如第七章的時候 茅先生就講了以下的說話 第七章其實有好幾段 最重要的這一段 茅先生解釋這段的時候 就帶出了瑜伽或者萬子和康德 一些重要不同的地方 這段說話就是諷之於�未也僅僅僅僅僅 你自己看了 我揭發了一段 而就是主要的不同在哪哪裡呢 所以剛才是講的同的地方 始終康德就是康德 萬子就是萬子 最重要是兩個不同的職業家 甚至就是中西不同的職業的背景 我們不能夠將完全分類 那茅先生就分他們不同的地方 同的地方不重複了 同的地方就是講出這個標準的內在 而且也有普遍性的 我們剛才講過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就是萬子講的基礎是在本心 而安德講的基礎是在道德理性或者自由意志那裡 這樣講 還有一步怎麼有不同的呢 就是萬子講到本心其實是人的本性來的 人的本性是真實的 說明是人的本性 人是真實 本來的本性也是真實 所以有時候有些表述 後來的愚者特別是 就是將善證舉出為實事實理 就是真實的事 真實的理來的 所以實而不虛是可以充分實現的 所以當我們講道德 道德的基礎在我們本心的時候 那如家會將道德這件事講到是很有力量的 我們是真實的嘛 我們如果真的充分了解 充分法可以將它實現出來 會是做很多事情合作反省的 那這個就是萬子方面 但是康德講道德理性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等同自由意志 而我們萬子哥哥剛剛都講過 就是康德講自由意志 它不是講成一個實事實理 即是真實的東西 而是一個切準 為什麼是一個切準呢 即是一種預切 一種假切 那這個跟康德的諮詢有關 因為康德認為什麼叫做知識 是真實呢 就是一些我們感官擺得到的東西 或者理性去思考到的東西 推論到的東西 特別是螺絲推理那些 但是自由意志的東西不是經驗對象嘛 也都不是一些我們知或者不知的經驗對象 我們都不是 因為如果以知的經驗對象 所以我們曾經不決定啦 未知的經驗對象 我們可能用一些經驗事實 最佳的螺絲推理 推得出來 但問題是自由意志不是經驗對象 所以不能讓我們推的 但是問題是要講道德也不能夠不講的 康德就說 作為一個假設 就是沒有了自由也講不出道德嘛 這個不難理解啦 是吧 譬如我們的行為 沒有自由去選做或者不做去殺 不能夠講我們的行為叫好或者叫壞的嘛 是吧 譬如舉例 我殺了人 一般人認為當然是壞事啦 做了 但是其實不一定的 要看看我們有沒有自由去這樣做 譬如當我拿了一刀 被人大力推了一下 向前衝 剛才前面的人把刀刺去 那人的心臟刺死了去 那不是我做了壞事 作了惡嘛 是吧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自由去選 所以沒有自由 根本講不到道德 都是不道德的 所以康德就說 要講道德 一定要預設或者承認能有自由意志 變成了它是一個假設 它不是一個實際上真實的事物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茅先生就說 經驗上不能夠證明它是真 就是能夠作為一個假設 就變得虛而不實 為了充分忽略 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自己全職 發揮了茅先生的意思 茅先生的意思是這樣的 如果在假設的時候 那你可以甚至不講道德的 你說 咦 都沒有真實的事作為道德的基礎 表面上好像有道德的事 其實道德都是假的 而不真實的 比如一些道德相對主義者就這樣說 一些道德虛無主義者就這樣說 當然很多人都覺得這世界是有道德的 有是非對錯的 那道德相對主義者 道德虛無主義者就說 不是 沒有的 道德的爭辯 個個都不同的 沒有的這樣 但其實否定道德的價值是很有問題的 就是人類文化毀於一旦 比如法律覺得這也沒有意思的 因為法律就是講一些好的東西 我們不禁止 不好的東西我們禁止 所以才叫法律去做而已 法律不會保障一些壞的東西 或者不保障一些好的東西 不會的 所以一講不到有真正的道德 連法律都會倒閉 所以人類很多其他事情都這樣想 就是法律 政治都會倒閉 比如為什麼要講民主 當然要講自由 為什麼要講人權 如果這些東西不真實的時候 假的或者假設這樣 我們就否定假設 假設不一定要接受 什麼人權 自由的那些都不是真實的東西 為什麼要講呢 否定你講自由 講人權這些 很多連鎖的問題 所以這樣比較之下 曼子的說法比康德的說法合理 因為不需要假設 為什麼假設本心很實在 本心是我們每一個人去真誠反省 我們反省得到的 而且不只是反省得到的 我們是可以做出來的 什麼叫合乎本心的東西呢 我們可以主宰我們的軀體 因為剛才講過了 可以主宰我們的自然的本性 包括我們的軀體 主宰我們的軀體 就是做一些我們符合 我們本心反省的東西 比如做孝順的行為 我們通過這個軀體做出來 是能夠表現出來的 不是去想的 不是去假設的 這個也是曼子不同於康德的地方 但是是超越康德的 剛才我講的說法不是隨意講的 而是真的不單止不同 不同得來就是曼子甚至比康德好 另外在另一章 這個就是第八章 今晚那個時間我準備到第八章這裡 當然就是其實還有很多細節的那些 但是沒有可能真的詳細講到 茅山重要的所有重要的觀點 我講完這一章就存跡就算了 那這次這裡是涉及到第八章 特別涉及到以下的說話 就是我highlight這裡 就是講到什麼所謂粗則傳 舍則忘 就是粗傳這些就是屬於所謂功夫論 其實曼子本身的教育功夫論 最重要反而是在資源量氣章 就不是在這個告誌篇 在這個就是之前的那些篇章 不過就這裡講性善論 就是還要解釋了就是 就是它為什麼會有惡呢 還有有惡的時候它怎麼做呢 比如要做一些做得功夫 就是做得實戰 根據一些合理的程序和方法去做這樣 那中華作叫做功夫論 操傳這些就是功夫論的觀點了 那當它背後就是有一些曼子的理論 就是善性雖然大家都有 但是要擴充它的 擴充它就是等於充分實用它 不能夠有我不用它不實用它出來 那就是擴充善性了 之後就講自然講氧氣講不動心 這就是曼子個人特別著重的功夫論 在曼子將引導孔子講粗傳 曼子就可以理解做出一種功夫了 所謂久得其養無物得獎 久得其養無物不消 這個意思跟剛才講擴充善性的意思是一樣的 人雖然有善性 個人都有 但是我們不去擴充它就會消失的這樣 消失的意思當然不是沒有了善性 個人都有 沒有了的意思就是現實上表現出來 甚至很多都表現不到 表現到好像沒有人性 沒有善性 所以中國如果明白了 日常語言有時候我們要留意我們的意思 比如當我們一般中國人 罵人沒有人性的時候 其實要想清楚這個意思 就是沒有人性就是沒有善性 用回我們瑜伽的理解 這個不通的 個個都有人性 有人沒有人性 沒有人性 沒有人性不是叫人 講人性當然是講人物不同的東西 說它不是人 說它沒有人性 沒有人性就是它不將它的善性實現出來 這樣的意思 不是真的沒有善性 而善性要怎樣去保存呢 不單止就是我們要去運用 而且要做一些所謂道德功夫 或者一些一些德性的培養 德性培養 德性培養都是中國文化哲學那些 很多很多的 西方的哲學這一點 很明顯也比不上中國哲學 所以這個茅先生的說法 它又不是隨意去捧儒家或捧萬子 硬要去貶抑康德 不是的 其實很有道理 為什麼 因為講道德實踐呢 就是很重要的嘛 你不是說道德明白道理就好像做到 看得最大的問題就是講道德理性 好像一明白你道德意志就將它實現出來 這樣 其實大有問題的嘛 是不是 是不是 比如剛才阿奧琳剛剛引正經 一番說話說 知善知惡由德我 行出來由不德我 如果沒有記錯呢 這個就是阿保羅說的 阿保羅說的 這個很符合我們人生體驗的 是不是 我們平時知道什麼叫善什麼叫惡 所以你只講道德理性呢 是不夠的 因為知道善惡是怎樣的 最重要的是做不做嘛 不是你知不知嘛 所以知善知惡由德我 行出來由不德我 那這個呢 其中一個解釋是這樣啦 多做一個解釋就是宗教信仰 就是要信上帝才行 要教神去救贖你 那什麼宗教信仰 那我不太多講了 而是講是和知學可以相通的部分 現在明白這一點呢 就是康德或者主流西康作講道德問題 或者我們叫做倫理學 或者叫做道德作 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只是講理性 不去講道德的實踐 比如功夫論這些 沒有的嘛 你想一下 就是康德講道德理性哪有功夫論呢 或者你想一下那些功利主義者 講道德 它就是講功利主義的道德不值嘛 明白了好像你就做到這樣 其實很有問題 你知道什麼叫道德 大眾利益就叫道德了 什麼叫不道德 違反大眾利益就叫不道德了 你知道了是不是等於你 就是一個有道德的人 不是的嘛 所以主流西康作有這個問題 是不著重功夫論 或者道德修養的災盤 反而在這一點上都不會有基督教 因為基督教是很著重個人的修養 甚至我所知 比如在中世紀開始 在天主教師 我們講靈修 靈修如果撇除了那些宗教信仰的成分 比如説經啊 祈禱那些宗教信仰 我們撇除 因為那些和哲學不同的 我們不是說錯 記住我們信仰尊重 即是你信仰我尊重你 你不信仰我們也尊重你 但是講道德理性那部分就相通 因為為什麼要講一些靈修養呢 就正因為愛這件事有道理的 大家都知道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實現愛的 那這個時候就要講一些修養功夫 天主教講靈修 靈修 後來教教都講了 但最初應該是天主教講 很接近中國就講功夫論 所以萬子和康德的分別 在解釋剛才我highlight的那一段 就是張哲 講道九德其養無物不長 九德其養無物不消 就講出我們要做功夫 如果不做功夫就是 我們的善性是會變不到 變不到到什麼程度呢 好像沒有這樣 沒有善性這樣 所以要用孔子的說法 要粗則傳者則旺 要粗他 粗他才是粗辭的功夫 修養 做一修養 這樣的意思 在解釋這些關鍵的語句的時候 善性在這裏 就對比康德和儒家 有一點重要的不同 或者萬子 在講萬子 萬子本身剛才講過 它是人的那個本性 是實質實理來的 它是給到真正的道德實戰的動力 這個很重要的 道德理性是給不到真正的動力 因為理性為理性 行動為民動 我們分開 知道一件事 必不必要行一件事 中國作為了知行觀念 所以為什麼主流的愚者會講 黃仁明那種講法是知行合一 因為我們不單止要知要做 不同西方哲學 就講到知就行 知你就會做 這樣就大有問題 知道不做的人 好歌 這樣就能夠自知就行 理性就不發了就行 所以如果我們講萬子的本身 它是實事實理 它是給我們一種道德動力的 因為它不只是理解 它還是實現的 而且它是實事實理 真正做到不需要假設 我們有動力去做好這件事 所以最後就通過道德功夫 這個更加萬子很強調 總之其實都有的 剛才講操傳已經是 萬子講自然講氧氣講不動心這些 我在課程那裡花了整堂時間 去講自然氧氣章 講到比較多一點我不重複了 但是起碼知道 一些道德栽培的功夫 這些功夫就可以使得 每一個人都成為圓滿的道德君子 或者所謂聖人 這個圓滿的基督教可能不同意 不過這個我經常覺得 可以分開宗教信仰和哲學 因為如果你說不圓滿 為什麼要講做了栽培呢 這個我經常覺得理論 就是會有一些困難的地方 所以我經常覺得分開 不妨在哲學的層面 你都講到我們做了培養的功夫 我們可以修養到圓滿的道德品格 如果不圓滿的時候 你要不斷去收工 為什麼呢? 都不圓滿就收工就算了 多好就算了 或者我們盡力就算了 盡了力就不是盡力 很多人以為盡了力 真的圓滿的時候 要不斷去做功夫 這個就是萬子講法 萬子講法就是很符合我們人生體驗的 很符合體驗的 做得是這樣的事情 不是我們只知道我們要做 如果做得來 要是不斷去做一些所謂道德功夫 就是一些品格 就是那個栽培培養 做多一些事情 但是康德講的道德理性 或者道德意志 一對比著萬子 我們看到有不同 還有這個不同是有所不及的 為什麼? 因為剛才都講過了 道德理性它不是人的本性 它是一個假設來的 因為康德的知識論 就是講一些感官上打得到的東西 你邏輯上推到的東西 這樣才叫做真實的東西 自由意志 道德理性這些推不到的這樣 那時候要假定它 所以就是一個切準 如果就是一個假設 就沒有一個很真實的動力 給了我們去做了十字 大家明明這個意思嗎? 茅山這裡講康德和萬子不同 又不合萬子的意思 因為要假設的 假設的東西都不知道怎麼會是假 為什麼要去做呢? 不讓我們整個道德的現象是假的 是錯的嗎? 或者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會有問題 就給不到我們做的動力 當然更加有問題就是 康德好像其他主要生作家這樣 是完全沒有供服這個討論 所以這一點上 剛才我講過 它反而不合得西方的宗教 譬如主要是基督教 基督教都會講一些品德的修養 但是康德他們不講的 或者那些功利主義者 John Trubbill他們不講的 好想明白了什麼叫道德 道德就是道德理性了 道德就是大眾利益了 你就會將道德的東西實現出來 就會是一個有道德的人 這是一個很有問題的 這個世界知道什麼叫道德 和你做不做到有道德的東西 很多時候是兩回事 所以在這點上 也都是萬子和康德不同 但是比康德合理的地方 所以毛先生這裏 其實他這張很多很多內容 不過我著憑了他 用了康德哲學的觀念 去詮釋萬子的聖善論 這種詮釋我們對於萬子的聖善論 更加了解他說什麼 譬如說他是一種理性 就知道雖然內在於我們的本身 但是一樣可以是客觀性和普遍性的 另外就是一對比著康德的說法 就知道萬子的說法其實是很好的 他說得比康德更加好